我要你你 二小姐 爸 放我出去了 老爷让你下去吃饭 饿死我算了 来 给 姐姐 爸爸他们走了吗 回去了 我要不是医生 我也走 省得看见你就生气 姐姐 别生我气了好不好 行了 你好好休息 真是瞎折腾 你知不知道我舞会之前 为什么跟你吵架吗 为什么 我见过程大哥 我问他认不认识你 他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见过你 他连这么基本的事实都否认 只能说明一点 他心里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 约翰 我跟程局长 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们两个都不想再提 你以后 也不要再多想了 对了 姐姐 我这脚伤得到底严不严重啊 你呀 真是走晕 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骨头都没事 只是一些皮外伤 住两天就好了 不会吧 就是擦破了点皮 我觉得我的脚都快没知觉了 是吗 真的 我感觉特别疼 我 这事只能你知道我知道 谁都不许说 进 进 苏医生 怎么样 我听人摔也摔了 没事吧 我骨折了 骨折了 吴队长 你坐 你们俩 你跟我说说 怎么动的呀 还能咋弄 摔了呗 不是 我没把你给带出来 你也不能硬来啊 你以后遇事 你多动脑子 好不好 这疼不疼啊 你骨折了 你试试看疼不疼 陈律长为什么不来啊 他有事开会呢 我这不代表他来了吗 那好了 你已经看完我了 你可以回去了 我也代表我自己 你这得住多少时间啊 少择一个月 多择半年 那么久啊 嗯 吴正 我写好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想当面交给陈局长 好啊 太好了 那你帮我告诉他 没问题 一会儿我回去我就告诉他 谢谢 钟主席 金雨萱现在还没有露面 好 你放心 一有消息 我马上向你汇报 好 好 太哥 现在共产党在蛮事地找我们俩 你看 我们的交易还继续吗 那是那句话 我们哥几个 就跟着大哥你干大事挣大钱 爸 洪灵啊 你妹妹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没大事 要不让她来家一样 把医生请来家不就得了吗 她伤在脚上 不方便移动 还是让她住医院吧 也是 这个不要命的丫头 这会儿满意了 您好 我是宋洪灵 请问您是 宋长官 好久不见 真的是好久不见 您终于有空了 您好 明天中午十二点 五福茶楼二楼最里面的宝剑 不见不散 好 希望您这个师傅亲自来 交给徒弟我不放心 一定 再见 你 som是之间 五福茶楼 几乎 镇岐 the new day 好久不见了 好的 李 Imma 金曹 走开啊 你给我走开 小兔崽子 你们给我站住 你们给我站住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 没有金条 却又必须完成认诺 可是金雨萱拿不到金条的话 是不会说出坐标的 那这次 我们就真的要拿金条来交易啊 得让他看到金条 却又不能真的给他 您是说 交易完成 再把金条要回来 不只是金条 还有他的命 金雨萱 把交易地点定在了闹市区 是为了 怕我们鸣枪 在交易过后 杀他灭口 他这个人心黑胆大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即将可能发生的所有的情报 都要想出来 这里是闹市区 离公安局又近 第一 他们不敢随便开枪 第二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们会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教育 我要求金雨萱亲自来 我想 他一定会让我们 把金条先交给他的手下 等他的手下离开后 再吐出坐标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的手下 先拿到金条 让他以为金条到手 再在他的视线范围外 干掉他的人 拿回金条 这时候 他已经说出坐标 并且以为金条到手 心满意足地离开 欧阔 明天你一定要把车 听到查了的左边 针对耳朵暴响 让我们感得到 我让他们 把金条先放在那车上 你开车先走 然后 之后我才能告诉他们坐标 如果是这样 金雨萱已经设计好了 让手下带走金条 撤离现场的路线 大家过来看一下 从茶楼门前分三条大路 东西方向 东边这两条大路 分别通往中央大街和新城大街 寻景多 秩序景南 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 所以他们一定不会选择这条道路 而西北方向和置新路通向南区 是条小路 所经之处都鱼龙混杂 警力薄弱 而且岔口众多 一旦钻进去 就很难再找出来 这是他们唯一安全的撤离路线 所以我认为 他们一定会选择这条路 你接到金条以后 开车走置新路 撤到南杠 那里人多眼砸便于藏身 出了事也便于脱身 老秦 大哥 你带兄弟们沿通埋伏 一定给我盯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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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路口 好 大哥 八魁 如果你发现后的友谊跟踪 一定撤到这两个地方 兄弟们会给你掩护 甩蛋尾巴 冯田 大哥 你等到这个地方准备接获 我完事以后 回到这儿跟你会合 陈芳 你带上你的人 开车停在置新路 离公安局最近的岔路口 能看到茶楼的情况 一旦静雨萱的车离开 立即更爽 等到离公安局有一定距离 马上开枪 干掉车上的人拿回金条 好 高标 有 你带上人在置新路附近沿途埋伏 随时准备接应 是 办法倒是不错 可从哪里搞来这些金条 放心 金条我自有办法 这一次是关键性的大行动 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不能有丝毫的插足 听明白了吗 明白 这件事情如果顺利的话 我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大哥 还是那句话 我的弟兄们 一定要跟着大哥您 干大事 资大姐 你看这几天你都没有睡好 没事吧 包括 我答应 分给大家的金条 一根都不会上 他跟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的弟兄们 不图钱 图的是义气 是不是 对 拜托 是大小姐 是大小姐 姚叔 大小姐 您今天怎么会来了 来来坐 坐坐 您瞧我这眼神啊 只顾了做账了 都没太熟看您 没打扰您工作吧 不会不会 喝茶 谢谢 我刚才路过小吃店 就顺便给您带了点 大小姐 这是做什么呀 这是外国的小吃 您带回去给您孙子 小孩子喜欢 也不能让您破费呀 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还跟我客气啊 好 那饶叔就收了 您今天是来入账呢 那还是取钱哪 入账 也取钱 这个 是布行的周掌柜 还的欠款 麻烦您给入入账 好 有这么点小事 还劳您亲自来呀 其实 我今天是有事情 想请饶叔您帮忙 好 你说 什么事 这事 可能会让您为难 瞧瞧瞧瞧瞧 不是说了吗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有什么事 不妨直说 好 文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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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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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站住 干什么你 你买两包烟就给一包钱 不是给你钱了吗 你就给一包钱哪 怎么可能啊 钱不对 干啥呢 要炒到旁边炒去 别这儿打路啊 你也评评理 他买烟不给钱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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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是我 买克 一切都准备好了 出发 吃我 买克 一切都准备好了 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好了 咱们的埋伏全被人拔了 再等等吧 说不定他会回来 站住 小王不在 别跑 你们给我站住 小王不在 别跑 抓财啊 别跑 别跑 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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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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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跑 快跑 放开我 小心 站住 放开我 别动 别动 这儿你干哪 这根本吓得全手 抠起来 我的包 把我的包给我 谢谢 谢谢啊 麻烦您跟我回到公安局 录我口供 放心 放心 我一定要帮你们好好治治这群小兔崽子们 行行行 都带回去吧 走 再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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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官 中文官 金宇轩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让她牵肠挂肚的女儿金灵 竟然就在自己 马上要跟国民党进行交易的 节骨眼上出现了 她无比迫切地 想要女儿回到自己身边 但她也清楚 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不能轻举妄动 但令她疑惑的是 刚才金灵明明看见了自己 为什么却没认出自己呢 快 快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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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让一下 让一下 快 可能被发现了 快撤 去休息吧 是 这靳玉轩到底要干什么 为什么到手的金条 他又不要了呢 是不是他突然得知 郭文杰有行动 他好像看到了什么 才突然跑的 好像在追什么 不是在懂 看到什么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对于他来说 比钱还重要 宋长官 官局的人跟上来了 没有 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 看样子 这就是一次 取离燕馆妓院的临时行动 好 大家辛苦了 去休息吧 是 那你心跳怎么办 先还回去再说吧 我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把哈尔滨所有的人贩子 都给我找出来 我女儿被这帮畜生 绑区要犯了 给我找出来好好收拾 听见没有 教唆小孩抢东西 这不是事是吗 您大点声 我没有啊 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老实点 照实说别想糊弄我 有同伙没有 你先别着急 您慢点说 没同伙 没同伙 嘴硬是不是 行 您大点声 关那几天就明白了 去 先把他关上几天 大白真的就抢钱 还有没有办法了 不关你 快走 没饿你就是好事 你们怎么不让雷给劈死啊 你们啊 大姐 您也没必要骂这么难听 这事我们肯定会处理的 是 又不是你们家前辈抢 要你管啊 快 我今天到时候看看 你先去食堂 给这帮小孩找点吃的 这天底下还有没有办法 是 是 还是队长呢 那正好 您看啊 就这小丫头 一上来就拽我 我拽都甩不掉 能能能 还有他们几个啊 冲上来就抢我的钱包 还把我的戒指给小伙了 您别让我知道 长官你看看 不是 这事我 你看看我手上伤啊 你有啊没来啊 这东西都给您找回来了 您还要干吗呀 那他们撬我的钱包呢 不是 您考虑录完了没有 录完您可以回去了 就 就这么完了 我我我谢谢您 谢谢您配合我们公安局的工作 您回去吧 什么人哪 还有公安局呢 呸 你什么人 明明有谁还记得自己的家在哪儿呢 队长 来 同学 来了 来了 来 小朋友们 先吃馒头吧 来 给你一个 别抢啊 都有啊 局长 颜粮 大眼睛不好 这是功能比较远远的 快吃嘛 眼睛不好 是 好 我都没理解了 好 你还在联系中 你们还在联系中 我还在联系中 看起来 厉联系中 你还在联系中 好 来来 我吃点 给你们弄点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好 慢一点 爸 爸 钱哪 钱都在这儿了 我们正正为归还账房呢 行了 长会计 别戳在这儿了 把钱清点好 归账房 真是越来越有本职了 居然交错长辈 欺下满上 爸 这是我的主意 您别怪着会计 你们以为你们高明是不是 要不是我今天临时查证了 你们还真就瞒天过海喽 爸 对不起 爸 最后祸首是我 是我让红灵瞒着您的 对不起啊 置水 锦绣啊锦绣 你说你做生意需要钱 你跟我说一声 我能不帮忙吗 是 我不希望你做古董生意 可不管怎么说 你毕竟是我女婿啊 怎么着 我在你们眼里面 就那么不近人情 是个老古董啊 爸 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我向您保证 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说得轻巧 那么多钱 他要是弄不回来 咱怎么办 爸 这次是我们的错 我没什么好说的 请您责罚吧 行了 行了 只此一策 下不为例 你们不是说晚上才回来吗 怎么着 交易不顺利啊 是啊 在交易过程之中发现是赝品 所以就取消了 赝品 瞧瞧 瞧瞧 你说这多悬啊 要不然那么多钱 他买一批假货 你饶叔叔 在咱家干了一辈子了 零了 零了 让你们俩给整成一身骚 喂 我是宋宏林 宋小姐 不好意思啊 杀了你那么多手下 拜托你 拜托你 不要让我再杀人了 下次交易的时间地点 我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的 你打错了 怎么啦 怎么了 我回来就一直在想 金亦轩到底看见了什么 我忽然想起一个人 谁 范冬阳 范冬阳 对 记不记得范冬阳在临死之前 曾经说过 金雨萱有一个小女儿 跟她失散一年多了 现在沦落在哈尔滨 你是说 金雨萱突然看到的是她女儿 这么一个事前入命的人 除了女儿 还有什么比钱还重要的 只怕 她现在已经找到她女儿了 是这样啊 喜子呢 抓了几个小混混 这些混混呢 控制着一些小乞丐 有几个小乞丐呢 几天没吃饭 身上还有被打的痕迹 对吧 我在想呢 哈尔滨像这样的孩子 肯定还有不少 能不能建立一个收容所 把他们安置下来 让他们得以保护 那局长 现在局里那几个孩子 先怎么安置 局长 我倒有个建议 不如暂时 把他们送到 上次藏军火 诗歌街的那个教堂 等收容所修好之后 再把他们接回来呀 这个主意好 赶紧去办 是 是 喂 是程局长吗 我是玉涵 宋小姐啊 你好 听说你受伤了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你 你好吗 不大好 我现在在床上躺着呢 反正伤得还挺重的 哦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事想麻烦你 我已经写好了 一份入档申请书 我想请你来医院一趟 我想当面交给你 好啊 等我忙完了 就去找你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陈局长 跟上 跟上啊 快点啊 不是 不是 哎呀 你说你们到什么了 来过来过来 都都跟上跟上跟上 去哪儿啊 哎呦 局长 我正想带他们去教堂呢 啊 好 对了 她的眼睛啊 好像不太好 我一会儿去医院 顺便呢 给她查一查 也好 也好也好 行 那你就跟着这个叔叔走啊 行 局长那我们去了啊 走了走了 跟着我也走了啊 来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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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叔叔 我们要去哪儿啊 咱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啊 好不好 慢着点啊 把孩子扶上去啊 来来来 慢着点慢着点 一二二三 哎呦 话 够沉的 好 哈哈 范萝 Chr 月 边 周 ��岩 你 这个马上发出去 可以 尽快做下备份 文姐 机长 来看看 跟你说一下 我们这个小朋友呢 衣服有些脏了 有些旧了 麻烦你呢找一件合适的衣服 给它换上 好不好 放心吧 机长 那你就跟阿姨在一起 不害怕 来 我走了 好 一会儿阿姨给你换一件漂亮的衣服 好不好 好 来来来 都下来都下来啊 都下着点啊 来来来都下来都下来 好好好 慢着点慢着点 快快快 好 来 来 好了好了 来 下来下来 都站好站好了啊 都站好 一会儿都跟着我一起进去啊 来来来 好 站好站好站好 来走 走喽走喽走喽 跟着我 走喽走喽 好 好棒啊 我的天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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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们行了 咱别闹了好不好 听话啊 能不能守纪律 能 这就对了 一会儿神父 他们都是孤儿 我们局里呢 暂时没有地方能收留他们 所以 希望教堂 能把他们先收留一下 他们也是住的孩子 帮助他们是我的责任 是啊 但我们这边 没这么多粮食了 这不是问题啊 一会儿我派人送过来一些 不就完了吗 好啊 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谢谢神父 你是好人 感谢你把这些 可怜的孩子送过来 愿着保佑你 神父 你也是个好人 愿菩萨保佑你 我走了 收尽力 收尽力 走 不算是什么 是那个 快要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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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接来 接来 我问你 刚才穿紫衣服 戴灵岩的女孩已经个唱哪了 没有唱啊 没唱 是啊 所有的孩子就在这里啊 你确认刚才送来的 所有孩子都在这儿 是的 告诉我 戴灵岩的那个精灵 你认识吧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啊 你说 那个精灵在哪儿 我不知道 是 你好 我问一下那个 挂眼科 谢谢啊 对不起